主席英明 主席 本院同仁 张部长 以及各位行政院的先进 主席 我是不是先请教我们张部长 张部长 李永浩 部长 老板 亚洲开发银行 我们现在是完整的会员 对不对 亚洲开发银行是 再来是不是要由你代表 国家去参加这样相关的会议 财政部长 不再是中央银行总裁 所以这个不知道你看得到吗 这个台北China 是不是现在我们在 亚洲开发银行的面称 中间那Hong KongChina 他有加一格 加一格 这一般的民众是不会去了解 这一格之差 一个打字下面一个一格之差 感觉到那个尊严这么大 对不对 因为所有格的问题嘛 所以为什么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国际尊严 以及它的透明化这么重视 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至少 如果按照WTO 这个台北金马 还是APEC 都是至少一定要这样以上的 没有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参加的 没有重视到国家的尊严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国民的共识 另外一点就是透明化 两岸 这个相关的监督条例 这个大部分的精神都主张 事前 事中 事后 不同的监督的程度 是 因为总是两岸的关系特别的敏感 国民对于这样的黑箱作业 非常的焦虑 哪之外 小内阁里面的 重要相关的部会 都先会议一下 如果能够和 王院长 和几个党团的负责人 先沟通 这样的意见 我相信今天这很多事情 可以减少 不必要的 猜忌 或者是 那种 互不信任 你同意吗 跟委员报告 我说明一下 两岸监督条例 是监督两岸事务 而这个不是两岸事务 这是国际金融机构 所以我们把定位为 是参加国际组织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根本不要透过入委会喔 不要透过国台办喔 但是他的现实 就是说他的 所以说 我们他了解彼此的矛盾的地方 部长 所以这个事情的敏感 我们都非常了解 但是 就像他们瑞典 前天也是同样一个时间 31号 瑞典你参加他们的财政部 马上在给他的网站说欢迎嘛 但我们他就没有这样欢迎啊 就中国那边 北京的政府 事实上应该有做自信 应该对台湾表达的更大的善意 是 这样才对嘛 他们对这个这么没有自信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他们也应该要改进的地方了 当然他们的王毅部长 有说是希望能够按照国际管理 我们希望就按照这样来处理 因为是多边的 国际金融的 这样的相关的组织嘛 既然以前我们 亚洲开发银行也做得很好啊 出了这个名称 让我们觉得是不必要 一个空格 在那个地方 浪费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求 以后就是透明 事前的 因为我们就了解 因为 我们在亚洲开发银行是完全的会员 主席又不是 中国政府 那现在这个是 它现在是叫做 发起创始会员国的 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的代表 所以当然国人会紧张啊 对不对 两个情形 在那样 亚洲开发银行 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地位 都还受到这样的一个打压 所以在这地方 当然会更加的敏感 是因为这样来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希望这一点 自明化尊严 未来谈判相关的一定透明 一定接受国会完全的监督 好 希望能够这样做 再来就是今天的 本来的主题 房地合一的这件事情 部长 这个奢侈税到目前为止 有哪几个国家有这样的制度 不叫奢侈税 很多国家有课 特种 香港 都有 尤其为了这个好销售房价 客应花税 是不是德国 香港都有这样的相关的 香港新加坡都有 有这样吗 是 那他们有取消吗 还没有 没有取消 没有取消 那么我们十四以来 我们大概客了多少税 一年大概将近29亿30亿 就不动产的部分 对就不动产部分 因为现在香港不动产部分 那么我们如果房地合一 替代了取代了这个 这个奢侈税的话 我们减称奢侈税好了 反正这大家约定俗成 比较了解 在 现在奢侈税在台湾 我们总共实施多久 奢侈税已经一百年六月到现在 已经 四年多 四年多 如果这个房地合一税 今年通过 原则上是105年就开始实施 对不对 那我们也用四年时间来算 你在未来的四年时间 可以客到多少税 第一年跟奢侈税一样 将近30亿 第二年就到57亿 第五年就99亿 完全一样吗 不是 第一年一样 第一年相当 第二年就增加了 大幅增加到57亿 10% 10% 10% 就2亿2千万的10% 10%嘛 就2千2百万 2千2百万嘛 那你说用房地合一 目前以这个 就看他的利益 30%好了 两年内用30% 那他获利啦 如果 那就他卖掉之后 卖2亿的话 就赚2千万啦 如果是2千万就 2千万乘以30% 就600万 所以 这当然是会 大家认为说是替建商解套 但是他比较合理啦 就有获利才克嘛 现在是连亏损都要克喔 那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初期的话 是这样的 比奢侈税还少很多的话 怎么可能 你刚刚的总税收会一样多呢 因为 不只是 不只是奢侈税了啦 我认为这个部分要说明清楚 有有有 另外就是4千万的房子 这一直在讲这个 这个民侃过高 4千万房子 占总 全国的 这个户数要有多少 百分比 房子 你说4千万 你以4千万为门槛 那只是自用住宅喔 非自用住宅不在这里喔 我们自用住宅要住满两年 4千万以下才免税 非自用住宅 非自用住宅都完全没有门槛的限制 没有这个 因为4千万的话 在总户数还是非常的少 在 比例上 在自用住宅里面 大概占36% 3%而已 3%左右 36 百分之36 就4千万 4千万房子有占到36% 对自用住宅里面 我这边的比例怎么就 你说以上是吗 对 以上对 各县市不一样 各县市大概就3% 总共就3%了 台北市就2,300户啊 是不是 全国就4千多户啊 比例很少啊 你为什么定4千万 是用取中数啊 中位数还是 但是我们就是自用住宅本来就要保障它啦 各国自用住宅都没有门槛 都一付免税 但是我们为了对豪宅啊 国内对豪宅 所以我们就找中央银行的豪宅表 如果说自用住宅都有 至少我们那时候是三栋嘛 你是一栋是自用住宅对不对 自用住宅 住满6年 6年 有社籍满6年 没有出租没有营业 这个6年这个4千万以下可以 如果是自用住宅的话 大家就没有话讲 是 再来的话 下一张 这个目前啊 就台北市的这个房子 有这样的一个房屋税的 这样的一个 试算方式 之前你的标准单价 都过低啦 标准单价如果是5万块 我的了解 那他们现在在乘以2.6 还是乘以3 就因为现在大概 豪宅大概15万至少 一般的房子在12万 所以这个让他合理化 透明化是合理的 那后面这地方你的 你认为有没有哪些地方是 因为 因为连客市长都说 大家收到这个税单 会吓一跳 就是地段 张晶和副市长这样弄的话 你觉得哪些地方是 应该调整 就地段率啊 他们在调整地段率 其实这个就是豪宅啦 豪宅税 他们就用地段率来调整 调整他的房屋限制 所以你认为这些 房地合一税 包括这些 相关的台北市这些税 这样的话整个的房市 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目前状况他说 持平往下滑 往下滑 大概多久之后往下滑 现在已经在 微微往下滑 开始在往下滑 那你昨天有公布一个 叫103年 我用媒体的 这个服务一下 103年 售屋财产标准 扩大实施豪宅 持下課税这部分 如果拿不出证明 是收入的乘以15% 这个收入是他的售价是吗 现在不是 是房屋平定标准限制的一定比例 来设算房屋的所得 平定限制不是售价 不是售价 是平定限制 就是由相关的 所谓的省议委员会去批定 就是我们有一个 因为房屋现在要克所得 土地不克所得 所以房屋的部分 用平定限制 来设算一个标准 另外就是有一个 这个叫做地上权设定的 102年9月30号之前 9月30号之后 相关的作业要点 适用的情形不一样 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之前的话就说 我盖了30户 向国家标售的地上权 盖了个30户 那我这个盖的人 继续拥有这30户 没有办法分割给 来就是买主消费者 导致我 假设我这个公司 结束营业 还是倒闭了 因为公司现在平均受盈30年 那这之后 这个国家和这一些 30户之间的这关系 就失去这个连接性了 我知道9月30号 102年9月30号之后 是都允许分割 所以国家就直接和这 每一个拥有者 购买者 直接接触 克这房屋税 克相关的 这收取地上的 地上权的这个租金 我觉得这个 9月30号之后 9月30号之后 这个修正才合理啊 这从 从常识上 我觉得非常 之前不合理 我已经在提案 请各个同仁 大家都觉得 这样才合理 我想这部长 是不是大方向可以支持这样的 修的当然合理 但是地上权 可能会牵涉到一个 就是合约啦 因为他合约 当初在招标的时候 合约降低 现在新的 部长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这是行政命令 部会部长就有这个 旧市的情理法 改改 连宪法都可以改 宪法不能改 这不对 何况现在是可以了 就代表旧的制度 旧的合约不对 那就应该去调整 我做建商 恶性的建商 我做倒闭之后 後面都没法收 你和这个 消费者之间 没有权利物的关系 这个对国家也不利 就是合约 当初招标的条件 怕没有得标的人 他来告 所以你条件变了 这个的话 行政命令是国家 议题适用的 要做倒闭的话 委员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不对的事情 就要去修正 我就说连宪法都这样的 要慎重我是同意的啦 我们就像房地合一顺嘛 我们也是在那边争论很久 对不对 这都克服了这困难了 对不对 好不好 谢谢